政治焦点则是要来关心到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立委蒋万安公开揭露疫苗采购保密协议 现在呢这个战火是延烧到了立法院里头 蒋万安坚持说除外条款明定 只要法院政府机关有需要就可以解密 质疑卫福部是刻意遮掩 对此民进党的立委则痛批蒋万安执法犯法 临时提案要求重组疫苗调阅小组引发了蓝绿混战 我不怕 无所畏惧 你们来 冲着我来 蒋万安活气很大 之前公布疫苗采购保密协议内容 引爆民进党委员怒火 痛批违法 未还委员会上临时提案要求重组疫苗调阅小组 蓝莹则要求重启调查 双方吵成一团 要冲着我来 你们就去提告 你们帮我送纪律委员会 不要透过在委员会人数的暴力 要通过一个提案 立家律委高喊泄密 把他虚下台 不过早一些时间 蒋万安更和 卫福部长薛瑞源直接开证 为什么要持续黑箱 我跟你讲 我本身是医师 也是律师 里面有除外规定 有例外规定 你保密的义务里面有没有例外的规定 可能是有啦 但是我这边有嘛 眼看薛瑞源就会被问到 立委也加入建局 指控蒋万安 断章取义 知法而换法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一个恶意 甚至我们可以怀疑他有出外国家之嫌 但赵安反击 高端审查 EUA过程 采购价格至今无法公开 而除外条款 明明只有法院 政府机关有需要就能解密 戳破陈时中谎言 保密上面我不以讲 那他觉得他应该不应该讲 用胡说八道这种话来带过去 直接显露出他是老羞承诺 疫苗采购问题 再次选举攻防焦点 执政党手心拆炸弹 接下来被综合报道